- 嘿,大家好,我是Roka 今天來分享的遊戲是 不少人期待已久的廖天丁 攜帶兇賊之罪奇 這是一款推出在Switch跟Steam平台 以本土英雄廖天丁的故事改編而成的遊戲 這次我是收到媒體體驗的Steam旗號 所以再稍微提前一點點就把遊戲給全部通關 來分享這個心得 我花的時間大概是約末六個小時左右 玩的難度是簡單哪一個 不過他的難度也只有兩個而已 一個就是說比較休閒 可以好好的去體驗他的劇情 另外一個則是會比較有挑戰一點 玩起來可能會比較刺激 也比較有點難度 遊戲中會有一些主線的劇情跟支線的任務 支線的任務我算是過得非常的隨性 就是那種走過去可以回報任務的就回報 沒有就算了 至於他的武器跟掉天丁的角色 培養如果要玩滿的話也會再花更多的時間 那我花的時間點大概還有四色牌這個小遊戲 是花比較多的 因為這個真的是非常復古的風格 以前小時候有看到類似的產品 只能說真的從很小很小就很少看到有人在玩這東西 所以從遊戲中看到又可以去學他的玩法 再加上又可以去讀一點運氣 用遊戲必有來玩一點輸贏 真的算是還滿有趣的 我總共大概玩了一個小時左右 所以如果不要沉溺在這邊呢 從主線應該是可以五個小時內過關 那兩個平台價格是有點落差的 但大概落在三四百塊左右的價格 以這樣子五六小時的劇情來看 甚至過自線任務會再多一點點的遊戲時速 我覺得算是還滿OK的 因為這個蠻多人會提到說 遊戲時速可能不是到很長 感覺花些錢不太划算 但我自己玩玩的感覺是 這個遊戲該有的都有 打起來也都很流暢 換個想法就是把這五六個小時 當成看了一部超長的電影 這筆錢就會覺得花的還蠻值得的啦 好那先講價格的部分 就是因為常常有人講到類似的問題 所以才特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 遊戲本身我覺得該有的元素基本上都有了 而且還算是豐富 也許再花上多一點時間去製作的話 把故事線做得更加深入 這個作品我覺得還會有再半一倍的實力 因為我覺得它本身裡面有很多元素啦 是在其他遊戲裡面可以看到的 像是我們在玩行之卡比這種橫向卷軸的遊戲啦 在料天天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它的一點點的影子 這個不是說遊戲在模仿遊戲 而是說它有趣的元素也有在裡面可以看得到 然後包含像一些 Logalike的遊戲啦 在料天天裡面可能也會有類似的感覺 但它的存檔點比較多一點 所以不會像Logalike那麼硬 玩起來會比較親切比較親民一點 再來就是像一些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的遊戲啦 其實在遊戲裡面也會有一些地圖 需要稍微去尋找一下去繞一下 難度來說真的都比較簡單一點 所以我覺得啦 其實把整體喔 再做得更加深入豐富一點的話 這個作品應該真的可以再翻上一倍 這個是再度強調的 那玩家在這邊扮演的就是 異賊料天地在20世紀初的 台北活躍的一段故事 那劇情的話會跟危機百科上可以查到的 相關資料會有點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整體看起來算是用了比較合理的方式 去呈現給玩家 那這個合理呢 倒不是符合史詩之類的 而是符合作為一款遊戲該呈現出來的樣子 不能夠太過真實 要有一點虛構 要有一點美麗 要有一點點感情在裡面 再添加一點點不同的各式調味料啦 讓大家在看劇情的時候啦 才會有所期待 那雖然呢我自己是通關了 但講的還是會比較模糊一點 主要就是不想要爆雷給大家 那再來就是 大部分知道廖天丁的玩家呢 也可能都對他的故事略知疑惡 所以在我分享入手的影片當中啊 也有人提到一些關於結局走向的猜測 那劇情我真的就不會透露了 只能說危機上面看得到的啦 有一部分被穿插在裡面 但遊戲呢還是有以遊戲的樣貌 給我們一個比較OK的娛樂性 會給我們一個比較不一樣的交代 好這個部分呢 就大家自己玩了就知道 那廖天丁呢 在這邊主要是以此二來攻擊敵人 就是很像小刀的意思齁 因為看起來很像小刀的感覺 不過這把武器雖然說不能夠透過買武器來 或者是打造武器來更換 但還是一樣有方法可以幫他升級 當然攻擊力呢可以節節上升 那我先說一下他的武器齁 未必要升到最高啊才可以去通關 大概就是劇情到了之後 我們一樣都可以先去打打看 如果真的打不贏的話呢 在存點前回頭去升一下武器啦 或者是其他的能力 這樣子呢對於降低難度這一塊會有所幫助 另外呢就是常用的那個紅膠精啦 這是用來偷敵人的武器用的 只要把敵人的血量大概打到過半或者是三分之一喔 他就會呈現一個比較弱的狀態 這時候呢原本踢不飛的敵人啊 他會變得可以踢飛 然後呢也可能會出現一個按鍵來提示 我們可以用紅膠精去偷他的武器 這一招會有點像新枝卡比齁 就是可以把它吞下去然後拿他的能力 那偷了武器呢就可以拿來攻擊 只是武器呢也會有攻擊次數的限制 用完會自動再回歸到廖天廳原本在拿的武器 再來就是他會學到一些功夫啦 還有兩段跳啊特殊攻擊啊分身術之類的 在戰鬥中呢都可以拿來連段運用 只是說他的招式雖然是蠻多的 但我後期在打其實大部分就是用普通攻擊 如果是打小兵的話呢可能還偷偷他的武器 來跟他對打 然後呢再搭配閃避啦 玩起來就可以蠻順利的 少數只有幾關會有一些接寬的問題 就真的比較難打一點 偶爾會Game Over個幾次 不然呢打休閒真的是還蠻休閒的 大部分都可以很順利的通關 那人物在操作的時候動作非常的流暢 不會有什麼奇怪的機器人步調 而且他如果說走到比較懸崖一邊的話 還有那種快要準備掉下去的感覺 還有包括有一關呢是在火車上啊 其實如果我們在火車外的時候呢 他就會有那個風在吹著我們的角色 角色是真的會被往後吹會移動的 所以他其實在蠻多物理的方面 這個擬陣的程度是算還不錯 而且整體的動作甚至非常流暢也蠻自然的 這一點是真的非常加分 因為他就是動作遊戲嘛 所以這樣子的順暢呢 在線跑酷的時候啊可以順順的去跑 然後在挑戰敵人的時候也可以順順的去打 敵人的武器也算多樣化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攻擊速度跟節奏啊距離等等 像有的會拿到手槍有的會拿到長槍 有的會拿到竹子有的會拿到斧頭 有的還會拿到火箭筒 而且偷完敵人的武器啦 敵人呢還會變成空手派的 也算是可以削弱他們的實力囉 少部分的關卡呢 是比較需要去控制好廖電電的技巧 因為呢在遊戲中會安排一些可以取得提升能力的寶箱 某一些關卡設置就會比較有挑戰 如果沒有把廖電電兩段跳啦 跳躍衝刺啦降落閃啦運用好的話 真的會蠻難拿到的 像我自己在玩就有放棄掉幾個喔 因為實在是太難拿了 死了太多遍 而且每次掛掉的人都還會噴錢 為了不要變成窮光蛋啊也不要浪費通關的時間喔 所以我就選擇繼續往前跑了 那搖身吊電電能力也是有蠻多的機會的 既然路邊擠蓋錢可以提升 光好裝隱藏寶箱呢也可以打來提升 就算沒有隱藏寶箱啦 其實也有機會可以拿到一些提升能力的東西 本身的話呢會有血條精力條還有一排掛包 呵呵呵這些最大指都可以提升 放招式吃精力條 它會自動恢復 而且動作還蠻快的 所以不用怕有技能有招式 反正就是大力放用力放努力放 絕對一定要放 那掛包的話呢就是補血用品 跑到存檔點這些東西都可以自動補滿 在地上打箱子呢也會有機會撿到這個掛包 存檔點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玩起來真的是非常親切啦 不至於我們掛掉之後呢就會從很遠的地方重來 畫面的部分我覺得整體還算不錯 而且居然還安排了一個角色喔 好像不知火舞的造型啊 大家如果有玩的話可以自己多注意一點喔 這邊也不要爆雷太多 整個城鎮的話呢應該是屬於 台北市的大落神那一帶啦 包含迪化街喔也都簡單的把它拉進去 只是呢用的名稱是當時的稱呼而已 所以跟現在看起來還是會蠻不一樣的 那失去的街景啊也不是說到非常大 但我覺得繪製呢真的有那種老台北的樣子 又或者說會有點像是電視劇在打井的感覺 以2D橫向卷軸遊戲來講 我是覺得這樣子的背景已經算強大了 那多走幾次呢如果說不想再走 走得有點膩的話 他還有設置能力車可以搭 要跑地圖啦也可以更有效率一點 那細節的話其實還蠻多的 像是剛開始的主選單就有一些老收音機啦 包含主選單下面的那些文字喔數字啊 都是很刻意的把排版跟字型喔 弄得有點時代感出來 而且桌上還有小時候我老怕在講的阿飄 哇這個小時候呢我自己小時候啦 就已經幾乎沒有人在玩了 還有廟宇的背景揮製 那個感覺也是還蠻不錯的 只是說啦這只有遊戲而已 所以廟宇在裡面呢會比較看不到那種舊舊的時代感 但我覺得整體的繪製風格 還有整體繪製起來的感覺 以呈現當時的那個老台北的感覺喔 是真的還不錯的 最後再來講講語音的部分喔 這次的廖丁丁遊戲啊 他有搭配了台語的配音 他的主劇情的部分啊 都會用一個類似在說書人講話的感覺喔 帶我們融入那個故事當中 如果說那是有新加坡啊馬來西亞 或者是聽不懂台語啊 南語的玩家 可能會比較感受不到這種在地的溫度啦 因為他的台語講起來是真的還蠻道地的 而且還帶有一種腔調在裡面喔 搭配不同的語氣講起來呢 我覺得還算蠻親切的 連女兒途中啊跑來看我玩遊戲喔 聽到這個遊戲中會講台語 他還笑得很開心 字幕的話是有支援到多國語言 剛開始我有調整中文去看 這個是最正常的 因為呢他有附一個台文 這個應該是用中文啦 去拼台語的文字喔 所以看起來呢反正要花一點點時間去解讀 這個我覺得要學台語的可以看一下 然後有些詞真的還是會看不懂 因為他念的台語算是比較道地的 所以呢有一些用法在年輕人身上啦 已經都會變得不太一樣 就是變得有點像國語只翻成台語的感覺 整體玩起來真的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一個在講述聊天丁的遊戲 而且整個劇情呢因為它是遊戲嘛 所以讓它娛樂化了一點 看到最後啦也算是給我們一個不錯的交代 所以啊如果有機會啦喜歡這樣子的題材 或者小時候呢真的有玩過那一個 神隱無裝聊天丁的 也可以親自來玩玩看這一次的聊天丁 攜帶兇賊之醉騎 這個可以自己挑戰看看 好不好 好啦那今天影片你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